今天的故事是 一直一直往下挖 這本故事很好笑 他們 真的笨的不得了 但是呢 又很有趣 好 來 今天這兩個人要去挖 這個狗 是他們的 算是 這間 有人覺得狗很不聰明 但是呢 其實狗比他們聰明 他們正 他們正要挖 他們在一個 蘋果樹旁邊挖 他們挖了下去 頭都快要埋進土裡了 然後呢 他們挖到 頭都已經埋進土裡了 然後呢 天空都已經變高了 不得了了 小狗已經發現了 可是呢他們兩個好像還沒發現 他們繼續繼續挖 好吧 翻錯頁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就一直一直往下挖 挖了很久了之後 他們終於累了 他們想喝點東西 和吃個餅乾 然後呢 他們休息好了之後 但是呢 其實小狗那時候 已經發現了那個 比較大的 寶石了 他們兩個還是一直 他們挖了一個L形狀 他們說要 然後呢 他們現在又說 分頭挖挖看 可不可以找到 一個 兩個寶石 但是呢 他們又路過了一個 更大更大的 然後呢 他們 還是沒有找到 他們繼續挖 他們挖 他們其實應該已經 找到了一個 大 不得了的這個啊 根本就已經 塞不下的這個了 這樣子好像可以換一個 大房子 然後呢 他們就 還是沒找到 一個東西 都沒有 找到 他們繼續挖 挖到很底了之後 小狗找到了一個骨頭 他就一直一直 慢慢用自己的身體來挖 他挖到了那個骨頭之後 骨頭慢慢往下掉 每個人都一直往下掉 一邊吊 一邊吊 一邊順 吊到一起床了之後 吊回原地 狗朝地 兩把握把 兩個人類 一作家 完了 好了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好笑 又很奇怪 而且這個作者是誰啊 我想相見之後 他的每本書 一定都很好笑